十长折子,见佛相好,千佛庄严,迎闻彼佛,作何行愿,而得此相,使狮子奋训具足万行如来。 告长折子,欲证此身,当须久远度托一切受苦众生。 十长折子,在这个时候长折子,见佛相好。 见狮子奋训具足万行如来,有三十二项,八十种好,千佛庄严。 为什么有三十二项,八十种好呢? 就因为有千佛庄严,怎么叫千佛呢? 我们修五戒十善,变成百佛,每一个数目再变成十,乘一千,这叫一个善,一个佛。 那么再集成一千佛,这就是千佛庄严。 因问彼佛,这个长折子,看见佛像这么圆满微妙,就问狮子奋训具足万行如来。 作何行愿,你以前修什么法门,发什么愿,而得此相,才能得到这么圆满的相好呢? 十狮子奋训具足万行如来,告长折子,告诉这长折子的儿子,欲证此身。 说你想要正的,和我这个身相同的话,我就告诉你,当虚久远,你应该在久远久远,度脱一切受苦众生,把所有受苦的众生都度完了。 众生离苦,你的相貌就圆满了,意思就是,你把众生度成佛,你也就成佛了。 文书失利,时长折子,应发愿言,我今尽未来寄,不可寄解,为是最苦六道众生,广设方便,尽令解脱,而我自身方成佛道,已是余比佛前,利丝大愿,于今百千万亿,乃由他不可说解,尚为菩萨。 文书失利菩萨,时长折子,应发愿言,当时这个长折子,听见狮子奋训巨族万行,如来这样告诉他,于是,就发一种愿。 他说我经近未来寄,我就是长折子自称,说我从现在乃至到近未来节,近未来节,就是未来无数无数,不知道有多少节,所以才说不可计节,不可计算那么多的节。 近未来节,未来节尽了,没有了,这未来节怎么会没有呢?根本就不会没有的,所以这个节的数目也算不出来了。 为是最苦六道众生,我为了这一类受苦造罪的六道众生,因为缩婆世界的众生,举心动念无非是罪,是业,所以说是最苦的六道众生。 六道就是天,人,阿修罗,地狱,恶鬼,畜生,广设方便,广是广泛的,设施设立。 广泛设立种种的方便法门,不是只有一种的方便法门。 禁令解脱,另一切的众生都得到解脱,离苦得乐,早成福道。 而我自身方成福道,等一切众生都成佛了,然后我自己再成佛。 假如有一个众生没有成佛,我也不成佛。 所谓如意众生未成佛,终不于此取尼环,假设有一个众生没有成佛的话,我也不如涅槃,尼环就是涅槃。 以示于比佛前,因为这个原因,所以在狮子分寻剧足万行如来这尊佛前,彼此大愿,他发制一种的大愿。 于今百千万亿纳犹他,到现在有百千万亿这么久的纳犹他。 纳犹他是印度的一个大数目,不可说解,不可说也是一个大数目,纳犹他和不可说这么多的解。 尚为菩萨,现在还是做菩萨,还没成佛。 ,而是那些人从而来你可以看起来。